這個是小房子 很優秀的小房子 仔細介紹每一件立體書的測色 26歲的嘉謙 是庇護工廠的員工之一 過去曾經在餐飲烘焙業服務三年 因為喜歡手作 來到立體書庇護工廠 幫忙包裝立體紙公仔 耐心的製作花仙子 努力投入全新的工作環境當中 我們現在六個都 員工都 這個一個禮拜就完成 最快最少一個禮拜就完成這個 你對這個會覺得很有興趣嗎 有啊 這支歌自己做起來很開心啊 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立體書 它可能需要一些折疊 需要一些裝袋 需要一些切割 那這個都會有 旁邊有老師或者是救服員 來協助他們 讓他們熟悉這些工序 現場來賓先開書本 宣告全亞洲第一座的立體書 庇護工廠正式開幕 結合收藏家在全球各地 收藏而來別具特色的立體書 每季將會展出不同的主題 會在身心障礙員工用心的導覽之下 帶領參觀民眾 認識立體書的文化與獨特性 我們每一季都會推一個主題書展 另外就是我們販售全世界的立體書 包含我們自己的出版品 我們有出版一些立體書 再來就是我們來做手作 把執意的手作可以推廣出來 重複不斷的練習 歷經數不清的失敗 北市目前有43家的庇護工廠 可以就業的身心障礙者將近600人 目前以餐飲烘焙業居多 約有11家 而勞動力重建處結合專業職人 開發多元創新的就業類別 就是希望讓身心障礙朋友 可以有更多選擇性 只要努力學習 都能在各行各業中 找到符合自己興趣的工作 人間衛視 李如蔡一輝 台北採訪不到